哈喽 听听大家 那我们今天来去讲解一下呢 咱们换题季的时候的话 为什么我们只需要去掌握这个七个故事 就可以去搞定我们part 1 part 2和part 3 几乎是所有的题目啊 那part 1的话只需要三个半能原因 和四个流利度模板去接课 那part 2的话是需要一个半能故事 然后的话part 3的话是需要有三个 集中就是比较高频的逻辑链就可以了 那很多学生都说的话 那我换题季我不是找别人这个通用的答案 一倍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去考高分了嘛 如果你想考七分和八分的话 你的所有答案我今天教给你的方法 你的万能原因和你的万能故事 必须是根据你自己独特的个人的人设 给写出来 你自己的亲身的经历 自己的喜好给写出来了 如果你是抄别人的这个答案的话 首先你背的就太多了 或者是说你只背了一个通用的这个 叫什么 一个通用的一个表达 比如说boost my mood mood booster 你怎么用到那么多题啊 考试的时候要考那么多题呢 你岂不是每一个题都去booster了 想过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所以的话你听完这些课之后 踏踏实实的用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把你这个万能原因和万能故事给写一下 这个罗基里亚是可以去照抄直接用的 这样你任何题就都不怕了 而且我们这个方法的话 是很多我们的这个学生 不管是免费课 还是一对一的学生 实际上是全部都用过这个方法的 直接就可以去考到 不管是口语的这个7到8分 然后口语的一个月的7分 后面还有一些 有的同学可能是考7.5分 还有是5到6分的学生 都是可以用同样的这个方法来去解决的啊 第一个呢就是你的三个万 part one的时候只需要三个万能原因 那part two的时候需要一个万能故事 那part three的时候 实际上你需要大概是三个逻辑链就可以了 现在具体给大家去串讲一下 什么样的题用什么样子这个答案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会分过头去给大家去讲解一下 这个万能原因究竟是怎么写出来怎么用的 然后万能故事究竟是怎么写出来 怎么样去讨题的啊 然后我们先来去看一下part one吧 part one的话呢有三种类型的题 第一种类型的题是问你 你自己喜不喜欢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你喜欢游泳吗 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或者让你两件事情一比 比如说铅笔和这个钢笔 你更喜欢用哪个 总之就是你自己喜不喜欢去做什么 只要问这种类型的题的话 直接去用这个三个万能原因 加四个流利度模板 等会儿会给你去做示范 如果这个题目的话 和你自己喜不喜欢 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问你 你认为别人怎么怎么样 你对于这个别人的态度是什么 比如说你认为学生应该去做运动吗 或者说你觉得贵的产品 是不是比便宜的产品就会更好 好这样的时候的话 一般都是简单词汇四个流利度模板 因为它最终也是去解决 解释原因的 然后的话 另外一种就是describe a fact 它就是问你一个事实 比如说它会问你说 大一般情况就是what和how what do people often do on social media 大家一般都是在社交媒体上干嘛 这种题的话不要去expand 因为不好说 你就说一到两句话就可以了 比如说大家都在社交媒体上 和别人聊天 去看看新闻就ok了 这样可以去避免错误 这样的话呢 考官把大部分的注意力 都放在你自己准备过 这个三个万能原因上了吧 好还有一部分题的话 你可能用上这个流利度模板 你的句子也会比较复杂 不会的题的话 也就是剩一两个了 简单说 然后下面part two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一个万能故事 基本可以套八九十的题 等会儿会跟你讲 套不上那个题的话 你就上你的万能原因 和流利度模板一搭配 用咱们part one的方法 也一样可以 然后part three的话 实际上有八十的题目的话 都可以到我们那个七天免费课程里面 我们有十二个逻辑链 现成的有观点 还有词组 但是的话呢 那个太多了嘛 现在不是换题近嘛 所以我们主要就会讲 三个最常用的 一会儿会跟你去示范一下 怎么样去讨题 还有一些题目的话呢 你并不需要 part three不是所有题 咱们都要长篇大论 说的特别一两分钟那么长 有些题只需要一两句话就可以了 你们看一下这个视频节目的那个示范就OK了 下面我们来去看一下part one 我们来去讲解一下part one的这个方法 part one的话呢 在讲解之前的话 和大家去说一下 如果你觉得听完这些课之后 还需要更多的帮助的话呢 后面会有一个不同的这些课程的话 我们之前都已经发过了 可以去看一看 还有就是我们的七天免费课 是搭配这个来去学习的 好第一个万能原因呢 是你自己价值观相关的一个万能原因 好一般情况下 这个万能原因的第一句话 你都是要写 你自己喜欢做什么样类型的事情 那你可以看我这个万能原因 我说的是 我比较喜欢去做 帮助我去平衡我生活里面三个方面的 一个是公司 一个是我自己的家庭 一个是我自己的健康 然后万能原因你要多写一句 下面给你什么好处 可以帮助我去平衡 让我生活更平衡 再多写一句 可以让我get the most out of my life 好 这个就体现了我自己生活里面 做很多决定的这么一个 怎么说 我认为什么事情最重要 就平衡很重要 现在怎么办 好那我们现在来去掏一下题啊 是不是喜欢 任何一个题都可以去掏啊 随便的题 如果考试问你 都没有准备给我提 比如说是这个广告 喜不喜欢看广告 广告就特别无聊 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可以让我去学习 没有办法帮助我去 平衡生活里面的 这个三件事情 后面照抄 然后下面 我自己可以赚钱 赚钱可以让我觉得 比如说更好的规划 我自己的未来更好去平衡吧 直接去套 喜不喜欢走路 走路这件事情太浪费时间了 没有办法帮助我去平衡 后面套的思路都是一样的 然后下面 part one的是呢 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你自己理想的工作 和理想的专业去总结出来这么一个万能原因 那我的是 我特别喜欢做一些可以帮助很多人的事情 因为这样让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影响很多人 让我觉得更有成就感 那看书的话 很喜欢看书啊 因为都是教我怎么样去做生意的书 可以帮助我帮助更多人吧 喜欢和朋友去聊天 因为朋友都是做生意的嘛 然后喜欢早起早起的时候的话 工作效率去更高 后面都是照抄啊 然后下面 第三个万能原因 都是你自己兴趣爱好相关的 比如说我这个是我喜欢去做一些呢 可以让我有一些不同经历的 这个事情 然后这样可以让我就是换换脑子嘛 然后这样回来工作的时候的话 去更有创意 然后就会 工作效率就会更高嘛 比如说你的水上运动 或者说你的旅游 是不是都是一个 跟你的地上不一样的经历 旅游就是跟你平时生活不一样的经历吧 直接找套就可以了啊 好 下面我们来去做一个套题的示范 每一个题套完之后 都给你讲解一下思路啊 第一个题 Do you like water sports? Definitely yes I swim quite often about twice a week I also recently joined an aqua zongba class in my gym Compare to other exercises on the land I think doing water sports makes me feel that as if I were in a different world this can expose me to different experiences keeping me engaged and refreshing my mind inventually they can help my creative juices flow and get things done more effectively after I return to work 好 这个题的思路 这是不是问你一个 Do you like or dislike 的题啊 这种题的话 我们刚讲完吧 可以去照套 我们这个万能原因 加上这个流利度模板 所以我用了一个compare to 套了这个万能原因 好 下面一个题啊 What water sports would you like to try in the future? I think that's surfing because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it for a while but I'm so scared of getting injured if one day I could find a trainer who could protect me from injuries I would love to give it a try 好 这个题呢 就是 你未来 想去做什么样子的水上运动 我说是surfing吧 就是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 我这个题 是不是没有办法用万能原因 万能原因 刚才都已经用过一次了 那我就会直接加我这个流利度模板了 我说的是 这流利度模板 帮助你去往里面填充你的内容 我说是 如果有一天我会碰一个trainer 他是可以 就是可以 保护我 不让我受伤的话 我肯定要去尝试一下 不要说太多 这个就属于哪种类型的题啊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就是呢 他不能去用万能原因的题 但是也是在去解释你的原因了 你就用四个流利度模板 简单词汇搞定就可以了 下面一个题 Do you think water sports are very popular in China? Not at all Because a lot of Chinese don't know how to swim Actually it's not our fault Compared to a lot of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re are not so many places in China with the perfect climate for us to swim all year round In this case we don't hav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how to swim 好 这样就OK了啊 好 这个是说的话 问你那个 水上运动在中国是不是很流行 咱都不会游泳去哪儿 流行去 然后这样我用了一个流利度模板 我说和其他的这个国家相比的话 我们国家没有太多这个地方 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气候 可以让我们全年都会游泳 所以大家就没有办法去学 就没有办法去练习这么游泳 没啥生辞吧 但是我也去用上一个 比较高级的这个 这个流利度模板 好下面一个 Where do Chinese usually go for swimming? 看他不是说不喜欢游泳吗 一般情况下不会问这个题 假如真的问这样说 你说I think some indoor places such as gyms or stadiums 一句话搞定 这属于哪一个啊 属于刚才我说的这个 这个题啊 就是一个让你描述事实的 咱们就不要给它expand了 一两句话搞定就可以了 没关系啊 你可以十个题里面 就一个句 一个题这么说 也没有问题 我有一次考试这么说 一样考了8.5分 然后最后来给大家去说一下 怎么样去写出这个万能原因 到这个七天免费课程里面 有这么一个调查问卷 你去下载一个调查问卷 填完这个问卷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按照这个问卷 去总结出来 属于你自己的万能原因了 这个万能原因 左边一般情况下 先写出来是中轮 你记得啊 一定要用比较具体的语言 去描述你的感受 不要说 哦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以让我的生活变得很有意思 那你就没有办法 去用上词组了吧 那你就是very interesting 是一个形容词 词组就是具体的动作 生活很有意思 换换脑子 那就是keep me engaged refresh my mind 这样才可以用上七分到八次分的这个表达 好下面我们来去学习一下part 2吧 好我们现在来去讲part 1 实际上只需要一个万能故事 就可以去套题了 好这个万能故事的话 是每个人我们说 都有这么一个 叫做life changing story 对你的生活影响 特别大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一个是困难 一个是转机 一个是困难解决 看一下我这个故事 简单用中文先给你去解释一下 就是呢我四年之前呢 一见钟情 一个男的 然后它不符合我对于这个未来partner的 所有的这些要求 让我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况 就会影响我的工作 和影响我的健身 就对我生活影响很大吧 出现一个转机 我看了一本书 这本书交给我呢 就是爱情是选择这个人 和这个人的条件 没有任何关系 好 然后我的life changing impact 就出现了嘛 然后我就决定跟他在一起了 然后呢我生活各方面 就回归正轨了吧 然后我后面要去强调一下 这件事情 确实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那我就用一个强调句 正是因为这本书 让我知道了这个理念 就是找男朋友 不是找这个人的各方面客观的条件 而是选择了这么一个对的人就可以了 如果我没有读这本书的话 我可能还没有办法去做出这个决定 或者我就错过了这个 什么陪伴我医生的人 总之就是这样吧 好 这个英文的话 你们自己可以回去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一个万能故事的话 我们来去看一下 是怎么样去套用的 任何类型的题都可以去套 比如说如果是套人物类的话 是说你比较interesting一个neighbor 那你就可以说你的这个邻居 特别喜欢跟你聊 就是生活里面各种事情 包括搞对象的事情 然后有一天呢 你跟他去聊的 你什么碰到一个男人 怎么怎么样的情况 然后他帮你去解决这件事情 你觉得他特别有意思的原因 就是他和其他neighbor不一样 因为你们聊天的时候的话 什么都聊 而且他会给你一些特别 怎么说 特别有用的这个人生的道理 所以你觉得他比较有意思 下面一个就是事件类 事件类的话 你都可以去说 你都可以说 你通过这个事件 让你去遇到了 我们刚才这个万能故事里面 这个转机 你记得所有的这个题目 都是中间这个部分 这个转机 那你就会说 比如说他去考你一个 说这是一个 indoor game with others 你和别人去玩了一个室内的游戏 不要关注那个游戏是啥 你要关注这个游戏 玩的时候 你跟别人聊了什么 现在懂了吧 比如说你有一天 跟你的朋友一起去play pool 就是那个桌球 就是那个在桌上上打那个球吧 然后抬球 然后呢 你玩了那个之后的话 你发现 聊着聊着呢 你们和你的朋友就会比较放松嘛 然后就会喝鸡杯酒 然后你们俩就聊天 聊着聊着你就会说 我最近遇到这么一个人 然后你这个朋友就给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后你觉得这是一个 对你影响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 因为如果你没有跟他去玩 你就不会出现这件事 就不会有这么一个结果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关键不是这个事件本身 关键是事件怎么样 跟你发生这个改变 比如说下面他去考 你说你被一个traffic jam 什么你在一个什么交通拥堵 或者说一个什么难忘的旅行 全都是这里面 你碰到一个人 这个人给了你这么一个建议 懂了吧 好下面一个啊 描述一个事件 事件 事情 某一个物品也是可以去掏的 我跟你说 那衣服那个题 我都可以掏上啊 你可以说你穿那个衣服 去某一个人的这个演讲之类的 好物品的呀 如果他问你一个题是说 你家里面的人一直都有了 我给你挑的是比较难的题 你家里面的人一直都有了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家里面传承下一个东西 你可以说你爷爷奶奶或者怎么样了 传了这么一本日记 日记里面写了他们的love story 然后这个love story的话 就是启发了你解决了你自己的问题 是不是 然后下面一个啊 describe a place you remember well that is full of colors 地点的也一样 你去那个地点听了一个这个演讲 这个演讲是关于爱情的 是关于这个万能故事的 现在知道吧 就是它是full of color 有没有关系都无所谓 不管是安静的地方 吵杂地方 只要你这个地方 可以放上一个lecture进去 就ok了 现在懂了吗 现在就会任何题目都会比较套了 下面给你做一个示范啊 这个是describe an interesting neighbor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neighbor那个题啊 咱们这个万能故事啊 是套在这个最后一问的 不是套在前三问的 知道吧 前三问的话 每一问就说一到两句就可以了 the neighbor I'd like to talk about today is Tom who just sleeps right next door ok 然后你现在说 what does Tom like to do 你可以说 Tom likes to sharing his what's going on with his life with other neighbors and he's never hesitated to share with me his love stories 好 就是从来都没有犹豫我 跟我去给你讲一些 他自己生活里面的爱情的故事 然后下面就会说 我经常看的 你随便编吧 每天都看的 或者说每星期都可以看见他 为什么我觉得他那么有意思 又用刚才那个流利肚膜版吧 compare with other neighbors I feel like Tom is very open to share with me his life experiences for example one day I had this I had this problem I have this problem 然后你后面就去说这个problem 是什么吧 你会说 I found that 然后你就抄你这个 刚才我们准备过这个 万能故事 I was in love with someone at first sight but I didn't but this person didn't meet any of the criteria I had for my future partner this put me in a dilemma Should I dive into a committed relationship or just move on then I came to Tom for some suggestions because he had ever shared with me some of his love stories and lessons he had learned from his past relationships 好 你加一些context中吧 也就是说你加一些 怎么说 一些背景 让你觉得你找你个邻居 问问题这件事情 是make sense 然后你再接下来去说 Tom told me that love is a choice and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ose external criteria like appearance qualities money or even personality since all of this will involve this time but who he is will never change this finally pushed me to make the decision of being with this person forever 然后你是不是就加这个 我们刚才编那个强调句啦 It was the conversation I had with Tom inspired me to put myself out of my comfort zone and found my life partner had I now learn from Tom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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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why Tom is a very interesting neighbor since all of that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来去学习一下 part 3的那个 三个逻辑链分别是什么 好 说到part 3 大家一般情况下 都比较焦虑是不是 因为part 3考太广了 都是和社会相关的一些问题 我们都是没有观点的 那学过我们7天免费课程 学生的话 知道我们免费课 有12个逻辑链 那让你都背的话 也不大可能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今天呢 只讲三个最常用的这个逻辑链 然后告诉你一下 每一个逻辑链都分别用什么样子的话题 然后最后的会儿 最后的时候带你做一个示范就可以了 第一个逻辑链呢 是关于这个经常去用到这些题目 是和文化类啊 旅游类 艺术类相关的 这逻辑链是说 当我们去遇到不一样观点 或者不一样行为的人的时候 比如说你去旅游 你看到不同国家人的时候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种不同的话 实际上就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你就知道 哦 所有人实际上都跟我们国家人不一样 价值观也都不一样 这样我就会学会啊 站在别人角度去思考问题 就会觉得 让别人感觉自己受到重视 而受到尊重了吧 好 这样的时候的话 是不是就是大家都可以比较玩得比较开心啊 然后就会有一种归属感 有了这个归属感之后的话 这个实际上 当我们有归属感的时候 你就得你属于这个社会了吧 这个社会里边 是不是人和人之间打架的几率就会少一点 所以咱们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加和谐了吧 犯罪就会更加少一点吧 也会变得更稳定一点吧 现在懂吗 这是个很长的逻辑链 这个逻辑链经常用到啊 好 下面一个题 下面一个 来去说一下 这个题还可以去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呢 就是一考到什么男女啊 income equality啊 这些题的时候都可以去用 或者是说政府的一些政策的时候 比如说政府要去禁止什么 什么怎么样 只要他一禁止 你就说没有办法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下面一个是老年人和年轻人 记得老年人一般情况下 都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因为他见过不同类型的人会比较多 年轻人见过不同类型的人会比较少 是不是这样 然后下面一个 犯罪 犯罪就是如果这一个社会的话 这个belonging比较低 那也就是说社会上面的人 不知道怎么样去站在别人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的时候的话 这个时候犯罪就会比较多 好 下面一个题 下面一个是逻辑链 就是efficient这个逻辑链 是和工作相关的 一说什么工作跟钱相关都讨这个 就是当你把某一件事做特别快的时候 或者你不用做某个环节 比如说我们用电脑算算数 你会比较快吧 或者说如果你是说 省去某一个环节 也可以把这件事情变得特别快 这样你的工作效率就会变得更高吧 工作效率更高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挣更多的钱 挣更多的钱的时候的话 make ends meet 就是你可以挣足够的钱 可以养活你自己 另外一个是 你提高你自己的生活质量的原因 是因为当你挣钱更多的时候 你生活质量才可以提高 别把这两个次数给用错了 好 下面一个 你这个逻辑量还可以给它延伸 就是当我们这个 productivity at work更高的时候 你的工作效率高了吧 你的经济就会变好 为什么 因为你给一个组织的这个产出就会变多 然后经济就会变好了 现在怎么办 这个就是所有和高规计相关的 生活方式相关的 和这个工作习惯相关的都可以去套 包括和学习相关也都可以套 比如说某些专业比较好找工作 你毕业之后的话就可以make ends meet 然后从而的话 可以有一个更好生活质量 好 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的话呢 一般情况下用了小朋友的题会 用了这种social media的题会比较多 或者是peer pressure的题 这个题是说当没有人去judge你的时候 就是没有人去评价你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人 不管别人是怎么看待你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不是特别害怕 你就有勇气的去探索自己到底是谁 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比如说你穿什么样的衣服 可以随便穿 你剪什么样的头部 可以随便剪 对吧 然后的话 这样你可以去加强你自己identity 和你的自尊心 但是如果你经常去看这个广告 经常看social media 大家的人是不是 都是同一类型的 都长得一样 就是样的都一样 这样的话呢 你自尊心就会比较低吧 因为你就会觉得 好像别人再去judge你一样 现在懂了吧 好 下面我们来去看一下 怎么去套 我随便给你找一个题 就还是那个interesting neighbor 那个题 记得还是去和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流利度模板 要去结合 能结合 咱们就会尽量多结合一点 好 这个题是 improve our quality of life 好 这个题目我刚才是不是用到是 whenever吧 一旦我们家里边有问题的时候的话 我的邻居就会帮我去解决一下 然后用的是那个 Efficient的那个模板吧 下一个题 What are some of the qualities of a good community?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quality should be that everyone in the community need to stand in each other's shoes In this case they will feel valued and respected which can cultivate a strong sense of belonging this can reduce the conflicts in that community as well as crimes then the community can become more stable and cohesive especially these days there are a lot of communities with resident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and ethnic backgrounds it's very important to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to get along without any bias 刚才是不是直接照抄这个逻辑链了 是不是啊 刚才就没有用到任何的流利度模板 但是我可以直接照抄这个逻辑链吧 有现成逻辑链一般情况下 流利度模板都想不起来用 好 下面一个 do Chinese people know their neighbors I don't know I've been living abroad for over 10 years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in China but I think Chinese people are similar to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I mean we have the same problems in our lives nowadays for example the cost of living in probably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has been increasing significantly in this case everyone is quite busy to earn more money in order to make ends meet to have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so I don't think this will leave them with any extra time to get to know their neighbors 这个题 我是在 by some time 不知道我怎么回答 考试的时候肯定会有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题啊 那你就说一些有的没的 就说一些 可在这个相关的嘛 那我就会说 我在中国 好人家没住了 我也不知道情况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可能 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人差不多 然后就用上我们刚才那个了 现在大家都比较忙 怎么怎么样 那个 逻辑量 然后下面一个题啊 How do children build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in the community? I don't have a child so I don't know but I guess when it comes to some special occasions such as your child's birthday you can throw a party inviting some of their friends so that they can know more about each other another way for children to build relationship is to encourage them to participate in some community activities such as volunteering work 这样就可以了 不会说的题啊 少说 不要说太多 只剪辑自己会的说就OK了 这样就OK了吧 好 你看这里边 这里边是不是就 没有用这个 6G动摸板 如果你觉得能用 你就用 用不了的话 就别用 就简单说一两句话 就OK了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所有题 就全部都讲解完了 然后希望这个 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只是我们 这个系列的第一个啊 然后后面一出预测集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会给你去出 part one part two 和part three的套题 全套了这个视频了啊 好 我们下节课程再见啦